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讲到末日的时候 其实这个不是我们应该不熟悉的事情 对初代教会也好,对每一个时代蒙恩的信徒也好 他们都常常谈着主耶稣基督要再来的事情 虽然两千年以来,耶稣基督从祂复活过后两千年以来 祂都还没有来 但是,祂神的那个担言是为了要叫更多的人得益处,得到救恩 但是每一个时代里面,每一个信徒都带着什么心呢? 就是一个主要再来,末日要到了 这样的一个心态是每一个信徒,蒙恩的信徒都带着的 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末日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轻易动心 可能有些人他们会很有感动 什么东西都要改,什么生活都改 可能变成了一个不是很脚踏实地的人 其实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不是很好 人不想再接触你了 另外,可能我们听到这个末日的时候 可能我们会非常的惊慌 容易惊慌 听到什么消息 就马上惊讶 然后,take things very hard,对不对? 所以很重地看每一件事情 有些事情,我的软弱 别人软弱,影响我的事情 马上就感觉到 主要再来了,糟糕了,没有这个冠冕了 就只有这样想 不管是怎样 我们活在新加坡这个城市里面 忙 所以每一天的这个忙碌呢 其实都叫这一些的新闻 末日的那个笼罩 这个真实感都淡化了 所以很多人也因为这个末日 常常有假的消息 有人多说了 甚至说到有点荒唐 然后呢,也预言到耶稣基督再来 但是没有来 然后给另外一个理由 所以很多人不敢讲 也不想讲 这个也不太好 也不太对 因为圣经明明有多说 这个末日的事情 但是讲末日的事情呢 要好好地讲 连耶稣基督本身 他也是有讲末日的事 他怎样说呢? 他说 你们吃着饼 吃着黑 吃着杯 吃着饼 喝着杯 直到是纪念我的死 直到我再来 对不对 所以每一次 信徒相聚的时候 吃喝神的肉血的时候 纪念祂的死的时候 祂的复活的时候 其实都在盼望耶稣基督的再来 所以各位 我们要在这个方面呢 要得正确的一个心态 讲末日本身呢 我们有很多的好处 讲末日的时候呢 我们对我们人生里面的不公平 对人生里面的那些苦难患难 还有坚忍的事 有些事情该要放的 放一下 有些事情要看重一点 比较重要的事情 在于永恒生命的 看多看重一点 其实这个跟末日 耶稣基督要再来的事情 直接会提醒到我们的心灵的 所以今天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 我们要认识这个末日 认识得清清楚楚 不要容易地清心动心 容易地惊慌 那使徒保罗在我们还没有读 这个天上人家后书二章 九到十七节的时候呢 他怎样说呢 他怎样叫信徒们 不要惊慌呢 叫信徒们不要轻易动心呢 怎么样呢 他就说 末日之前 会有离道返教的事 还有什么呢 所以离道返教是什么 越来越多人信错 然后信 也跟从越来越不对的教导 教义 这个是一个兆头 我们要感觉到 还有另外呢 那个大敌基督沉沦之子 他会慢慢要出现 他要出现的时候呢 也不是一下子突然间出现 他是间接的 因为有一个 就是拦阻他的 拦阻魔鬼撒旦的那个座位的 拦阻他 但是这个拦阻呢 是慢慢会挪去 所以慢慢呢 这个运动 这个魔鬼的那个运动 会越来越增多 然后那个患难越来越多 我们会感觉到 人生越来越难 然后末世的 末日的 那个压力是越来越重 我们会感觉到的 当我们认识到这个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要让主做工 如果我们就在这个压力里面 我们找到方法 或者是埋怨 或者是有一些方法应付 那我们找不到神要跟我们讲的话 所以末日是怎样呢 那清经我们有读到一件事 原来每一个日子 上帝定 每一个时期 为什么他定呢 因为他创造的 连白昼也他创造 有黑夜 有白夜 有时代 这个也是他创造 所以他定的 每一年他也定 所以如果有这个末日的话 他也在掌权 怎么要清楚要理解这个 所以他定的话 他对神的儿女来说呢 一定有他的美意 所以每一刻时刻 我们能够接着 每一个时期里面 每一个事情发生里面 每一个时间里面 我们回到恢复 再一次与神的关系恢复 这个本身呢 是他的美意 所以各位 如果我们今天看到 有一些末日 末世的一些记号 我们不要太慌张 我们今天如果听到 他的声音的话 不可硬着心 这个意思是叫我们 要软着心 这样我们要领受 今天主要跟我说的话 我今天更要与神同行 这样 那末日呢 刚才我们也读到 必有危险的时候 很多风声 很多虚假的歧视 会来 然后这里讲说呢 刚才 请一经文也说 从世界的起头 直到如今 没有这样的灾难 后来也没有 甚至要讲 这样的地步 如果没有减少这个日子 没有人得救 没有减少这个日子 血民也 甚至被迷惑 所以 血民被迷惑 是有可能的 因为那时候 有假的一些 神迹 医能 医病的事情 甚至有 所以不要以为 有这种事 就觉得是 一定是从神来 因为这些 也能够制造出来的 那神的心 在这个神的理由 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 上帝不是爱我们吗 为什么要 使这个末日 越来越难 然后这个患难 越来越多 临到我们 各位 为了叫我们不要 轻易动心 叫我们不要 惊慌 那这个是什么回事 如果讲到 越来越多患难的话 不是更惊慌 其实不是 当你讲到 这个患难 原来 是从 什么 从 离到返交 成人之子 从这些的 黑暗势力 来的话 我们会怎样 保守自己的心 要预备 要预备我们的心 那时候 太多的感动 太极端的感动 我们要谨慎 人家跟我们说什么话 讲我们非常 闻恩还是什么 我们也是 还是回到神的面前 神这样说 如果人 就控告我们很多 讲我们怎样 我们也是 回到神 神怎样对我说 不要太过惊慌 不要认为 那件事情里面 没有神的理由 那神的心是什么呢 为了叫 有一些人看到 在这个末世 情况里面 所以他们会怎样 他们会看见异象 做异梦 这些是谁啊 刚才我们读到 小孩子也会 年轻人也会 老年人也会 怎么回事啊 因为不是因为他们 说大话 因为他们看到 有一些情况 不太对 他们认识到 耶稣要再来的事情 然后看到这个时代的 人人都不专注于主的时候 连小孩子也可以感受到 所以原来 上帝的心是什么呢 上帝为了要 给这个末世来临 耶稣基督的 要再来的这个事情 为什么祂要解释 为什么我们要解释 为什么要说 神的理由是什么呢 神的心是什么呢 为了叫 祂的仆人 使女起来 要传福音 要做见证 要牧养 他们起来 不要软软弱弱的 对不对 如果有情况 有不好的情况 有患难来的时候 不是求患难走 乃是求主 让我知道这个患难里面 主的美意是什么 叫我能够胜过 如果我胜不过的话 当然求主挪去一下 但是不可能 每一次都叫主 挪去挪去挪去 这样的话 像一个小孩子 痛到什么东西 痛啊 痛啊 对不对 求主帮助 求父母帮助 这样 只有哭 不行 他长大的时候 有一点东西 痛 难受 有些时候不行 有些时候 慢慢越来越可以 忍受 担得起那个重担 负一点责任 对不对 这个是神的那个美意 甚至不是只是讲 为了不要绊倒人 自己有时候 有一点保留 保守自己的心怀意念 所以你 儿女要说意愿 少年人要见异象 老年人要做异梦 为了为什么 就是浇灌 我的灵要 浇灌我的仆人 死女 他们就要说 预言 这个预言呢 不是什么 其他的预言 就是讲说神的话 神的心 神在那个时代 所要强调的话语 这个 所以各位 我也回来 地上一下 我问大家一个事情 大家知道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为什么 他一生里面 上帝 赐给他什么应许呢 你看 沙里面 多少 你看 天上的星星有多少 你的后裔就多少 但是各位 他的一生里面 有多少个孩子 如果真正来说 应许的儿子 只有一个 以沙 那一生里面 上帝跟他说 有很多的子孙 但是一生里面就有这样 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 对 这个是成就了 在亚伯拉罕死后 成就了 但是 他可能会想吧 上帝啊 你骗我 你骗我 长老你骗我 上帝应许应许 但是为什么你骗我 你说这个这个这个是 会成就这些 你骗我 各位 亚伯拉罕有没有想过这些事 我想一定有 上帝使他经过艰难的日子 叫他经过患难 成圣的这个道路 一般的人来说呢 可能都会失去信心 但是亚伯拉罕有没有失去信心 为什么他没有失去信心 因为他靠着神的话来活 每一天所需要的神的话 当作是每日以马 每日的这个以马内力 神怎样与他同在的那个消息 美意 靠这个我 而且呢 很奇妙的 他本来很上胆 那个患难呢 是老定点的 但是他怎样 神的话来的时候 他信哦 这个是 应该不应该信的 但是信 所以上帝怎么样说 以他的信 给他诚意 以他的信 给他诚意 各位 这个就是他的荣耀 这个就是在他心灵里面的那个荣耀 所以亚伯拉罕的日子呢 他满足了过后呢 上帝所说的话 这个创造信的 能够创造一切的这个神的话呢 就一年一年的 每一次 step by step的 在这个亚伯拉罕的身上 我们后面 他日子满足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看到 他真的是蒙人 所以我们叫他 信心之父 对不对 我们教也是 活到今天 到现在 每个时期 每个时期都过了 上帝给我们 末日的意愿 这个是我们要记在心里面的 我们教会 虽然 人数可能 要多起来 我们 因为我们 应该要传福音 直到地极 多种的人 我们应该要多接触 但是无论怎样来说呢 必有 多一点的患难会来 所以我们 为了不要因为 这个 灾秧的事 飞机掉下来的事 然后有战争的事情 风生要来的事 我们不要惊慌的话 我们要讲活 各位 所以一般的人 是活不下去的 如果你好好地思考 我们都是怎样活 因为我们太忙了 所以没有办法想 如果我们真正去想 其实没有办法活 孩子们 我看孩子们 他们心灵是敏感的 他们为着 要旅行的人 去宣教的人 有一个孩子 他这样祷告 主啊 求主 叫这个飞机 不要掉下来 这样祷告 他是很单纯的 但是为什么 他第一个祷告就是这样 听到的声音都是这样 听到的消息都是这样 所以各位 我们要理解 如果我们不每一天 靠着神所说的话来活的话 我们今天的条件 我们没有办法 今天可以活 明天不一定可以活 到末日的时候 我们不一定能够活 所以我们要听见基督 借着基督所告诉我们的声音 像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这样 圣经的那个为人 虽然人生里面 有时候有点挫败 有时候有一点软弱 但是我们会回来 会回来 然后信心呢 夹给我们 叫我们诚意 我们先读一下 今天的那个经文 差不多 八九节 我们看 不是很多 第九节 我贴上了一家后书 第二章第九节 我们来看 这步伐的人来 是照撒旦的运动 行各样的义能 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 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 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 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 使他们得救 我们读到这里 各位 神迹 奇事 这些呢 我们在圣经里面都看 出埃及记也好 巴比伦 他们的术师 他们的宗教人士 都能够做 比如说水变成雪 灰尘成为苍蝇 这些 他们的灾阳神迹 他们能够反照 都能够做 但是他们的神迹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不要因为这些东西 摇动 这些是有 诡诈的事 还有另外呢 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行出各样 不义的那个诡诈 各位 为什么人 这些 这个沉沦的人身上 这个沉沦的人呢 是人群 不是讲迪基督 大迪基督 是讲那些 被逆的 也因为信了错道 然后就跌倒 但是各位 这里我要把一个东西 highlight出来 显明出来 各位 这里说什么呢 因他们不领受 爱真理的心 这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个是 提上来后书的一个 很主要的一个 经文来的 第十节 各位 我们听信息 我们听福音 我们领受福音 有没有叫我们 领受 爱真理的心 我不是叫大家要爱真理 我也不是叫大家要 所以我再讲一次 不然的话有点不清楚 圣经不是告诉我们 要爱真理 圣经是叫我们要 得爱真理的心 知道这个意思吗 我这个强调 而且圣经 强调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们领受 如果没有得到 这个爱真理的心的话 不会得救 各位 这个是圣经明明说的 因他们不领受 爱真理的心 使他们得救 各位 我问大家 当然我们有些人 还在学习真理 我们教会 有好多的聚会 我们人都是忙的 所以我们单单讲说 有什么信息 能够叫我们爱真理 有得到这个爱真理的心 我们有些人 还在学习真理 怎么能够说 爱真理的心 要领受 各位听清楚这句话 有些人领受真理 当然是学习 当然是 每个人都在学习 我也在学习当中 但是呢 有些信息呢 是叫你 越来越强调 叫你怎么样 不领受爱真理的心 他们的信息呢 那个信息会叫你 越来越 不是 越来越喜爱神的话 神的真理是什么 要确认这些 他们是叫你要 有那个果效 要有一个神迹 异能 甚至讲到 甚至有一些 灵里面在肉体上 要经历的事情 我不是说这些不好 OK 这些也会发生 我们祷告的时候 病得意的事 也会发生 所方言的事 也会发生 也有从圣灵来的方言 但是 如果一个信息 一直走去这里的话 人看到这个 领受这个的时候 他们会爱真理的心 会得吗 我不回答这句话 大家自己思考 他们会领受 爱真理的心吗 各位 如果一个人重生 我讲重生 第一次 与神发生爱 OK 有起初的爱 与神之间发生了 各位 你单单读了一句话 神的话 你会觉得怎样 哇 这个神的话 宝贝啊 宝贝 还是记忆记 这个经书 好像 你翻开这个圣经的时候 好像每一句话都很重要 我还记得 我第一 信主的时候 我真信的时候 那时候 我是很信科学的 但是我一领受的时候 那时候 我看的时候 如果这个是真的话 那每一句话 是一个大挑战来的 每一句话 好像 没有这么容易明白 那个意思 那个神的话 要说的时候 祂的书信当中 祂的话语当中 一定有隐藏的一些意思 我还是珍惜一下 到底 祂要讲什么 祂要讲什么 有时候我经历到 但是神的话已经说了 这个神的话 好奇妙啊 你一切是好奇妙 各位会理解这个意思吗 有些人领受 神的话的时候 他们得对了 不管他们多软弱 他们不够信心 还是怎样 但是他们呢 很珍惜神所说的 每一句话 所以这样的人有时候 甚至比较软弱的时候 神的话比较重要 我读的时候 有点读不紧 所以我还是改天读 但是永远读不了 因为太重要了 所以永远没有读 各位不要成为这样的人 有时候我们也要犯事 因为我曾经这样过 所以告诉大家 神的话呢 领受 真的要领受 真的要继续领受 神的话领受的时候 有没有叫你领受 爱真理的心 爱真理的心 所以 当我们为一个人祷告 得意志 我们牧养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要祷告的事情是 有没有叫他 越来越得着 爱真理的心 这个是一个负责任的 一个牧者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 所以有时候 该要多讲 该少讲 有时候多要强调 有时候要多温柔一点 其实都在这里 有时候你太硬 人家不要领受 爱真理的心 所以反笑 有时候你不讲 人家麻木 那他不会对神的话 有敏感的心 所以不爱真理的心 也不领受 所以一切的牧养 一切的教导 其实都在这里的 然后末日里面 很多的教导 都在这个地方 寻转 就是有没有领受 爱真理的心的事 这个我讲的 等一下我不会多讲 11节 故此 神就给他们 一个生发错误的心 今天就是我们的主题 从生发错误的心 要转回 叫他们信从虚谎 这个很奇怪 这个经文有点难解释 难道是上帝赐给他们 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吗 圣经是明明这样写的 所以这个等一下我们要问一下 等一下我们要确认一下 神此的 神会做这样的事 12节 使一切不信真理 道喜爱不义的人 都被定罪 连连这个 是神的责任吗 第13节 主所爱的弟兄们 我们本该 常为你们感谢神 因为他从起初 拣选了你们 叫你们应信真道 又被圣灵感动 成为圣洁 能以得救 所以 帝赛人也叫信徒 各位 那时候我说过 上一次的时候 我说帝赛人也叫教会 他们不是很成熟老念的信徒 他们是刚信主 他们是刚信主 但是为什么 使徒保罗会称赞他们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证据 神拣选我们的证据 我们要找出 因为各位 你怎么知道 一个人有神拣选 那个人的证据呢 当然你可以说 有很多的经历 这个经历是相对的 我不是说不对 但是还是相对的 因为有些信其他宗教的 也是有这种 其他的经历 对不对 心里面知道了 这个一切世界里面 我要改我的人生 也有 但是呢 他们叫什么 因信真道 所以这个真道是哪里来呢 从圣经里面的话 他们信真道 信先知使徒的道 他们不是信 他们也是依靠神的话 他们不是依靠成功 不是依靠亨通 他们不是依靠戒律 他们不是依靠有一些热忱 他们不是依靠一些 积极的思想 有应许 积极 积极 不是这个 他们也不依靠 有没有多人支持我们 他们也不依靠 到底有没有多人 信这个事 这个话 有多人信 那比较安全 他们不是依靠这个 他们依靠的是 这个道 是不是从神来的 是的话 他们应信了 所以能以得救 所以凡事得救 凡事要从圣经里面 福音里面 要找答案 四四节 神借我们 神借我们 所传的福音 然后马上才过不到几个主日就要马上离开了 到那个提撒伦家的时候 好像没有牧者这样 然后马上有犹太人要攻击他们 逼迫他们 所以他们的患难 他们的苦难是挺多的 挺多的 所以他们到什么地步呢 你可以这样说 他们苦难的地步 苦难的地步 各位 所以他们 所以所传的福音 找你们到这个地步 这个苦难的地步 但这个苦难不是只有单单坚忍忍耐 是有一点不一样 因为你要换取神的荣耀的 各位 这个耶稣基督的荣光也是 我们要问一下 这个耶稣基督的荣光 是我们怎样得 怎样得 是不是我们情况好一点的时候 稳妥一点 我们才得这个光呢 这个得这个光的话 就是说我们有这个烦躁 所以得这个光 得主的光 这个光得了过后 我们也能够烦躁过去 是得这个光的意思 所以 这个光不是单单得了 心里好 这个光是得了过后 住在你的心里面 然后你会烦躁 所以不只是稳妥的情况 你看见光 不稳妥的情况里面 甚至现在 你也能够看见光 这个就是耶稳基督的荣光 是世人不能够明白 有光啊 哪里哪里 看不到 接着耶稣基督的时候 他们看见这个光 15节 所以弟兄们 你们要站立地稳 凡所领受的教训 不拨是我们口传的 是信上写的 都要坚守 所以说 所以 圣经里面的话 其实这个是 不生发出的新的秘诀 是这里来的 这个境界里面 唯有是从这里 赏赐和冠冕 是才来的 所以信上所说的 口传的 换句话说 圣经里面的旧约39本 还有新约里面的书本 书信 包括保罗现在所写的 这本书信 16节 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 和那爱我们 开恩将永远的 安慰并美好的盼望 赐给我们的天赋 所以这里有什么 耶稣基督 为众圣徒的带导 为我们的带导 还有 那爱我们的 就是众圣徒 为 基督上人家教会 为我们的那个带导 各位 这个带导很重要 这个带导很重要 如果我们没有 被带导的话 没有人为我们祷告的话 我们 的人生 我们不知道 是怎样活的 所以 各位 如果有人 你知道他是 为你带导的 他的话 有时候 有点重 但是你知道 他为你带导 你 听一下 听一下 那 你不要久停 当然你要跟他翻译 因为他是 真的 给你 牧羊的话 那你要跟他讲 要跟他讲 因为他为你带导 这个带导的 这个事情呢 是 你才不会 生发错误的心 对不对 除了你继续学习 圣经以外 就是这个带导 第十七节 安慰你们的心 并且一切 善行 善缘上 兼顾你们 各位 这个善行 善缘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我们的心 而 讲出来 活出来 做出来的 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到 成功了 我们的人生比较平稳 好起来的 我们才有善缘 善行 不是这里来的 乃是从我们的心灵里面来的 所以各位 我这样说 这个善缘善行 是怎样来的 各位 如果 你来到教会 你要得的 这个是我们要确认 你要得的是成功 你要得的是一个热忱 passion 还是什么 你要得的是这些的话 有 当然有 日日上帝会给你一些成功 很好的感觉 然后 就是你的祷告 蒙应运 有这些是会有 但是 如果 苦难一来 如果 像圣经所说的 创立世界以前 也没有的 后来也不会有的 这样的苦难 来了 这样的话 是 会迷惑的 会迷惑的 这个迷惑的人 被迷惑 不是那些 不信耶稣基督的人 不是 不重生的人 他们是重生的人 但是也被迷惑 所以各位 所以这个事情 我们要知道 今天我们相聚 我们听信息 我们领受信息 我们领受信息的时候 也不要只有领受话 我们用心灵诚实的 请拜主 我们领受的信息的时候 坚固我们的心 坚固我们的心 要告诉我们 要领受在我们的心里面 这个时代的确 有痛苦的事 我看我们自己 下一代 后代 这个时代的时候 的确有痛苦的事 但是这个痛苦的事 是什么事呢 其实有很多痛苦的事 比如说手机 绑住 夺去那个时间 我自己也是 这个手机 一直不能够放 我们还有意识 有些我们 有些我们还有意识 不放 但是我们知道 要放了 要放了 但是还是不放 要放了 要放了 还是不放 因为有这个东西来 那个东西来 如果没有 notification来 如果没有这个消息来 我们有点感觉不舒服 还是拿了一下 看一看 对不对 有时候有这样 但是各位 下一代呢 越来越多的时代呢 他们没有这个意思的 要快放了 要快放了 不会的 可能他们是拿着 今天拿着 为什么要放 就去拿 所以各位 这样的话 我们历史历代以来 教会的信徒的祷告 都不是一两分钟的祷告 当然有 他们的祷告 能够屈膝 三四五个小时祷告 各位 我们现在时代 有这样的祷告吗 能够做到这样的祷告吗 不是说 可以或不可以 各位想 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 我们 一要安静下来 都不能够安静 这个事情 我们有没有感受到 为什么 我也试过 要安静下来 预备信息的时候 一看 桌子 好像很多肮脏 好像不整齐的事 要整理一下 又回来 回来 另外一个东西想 要有一个杯子 放在那里 要睡 再预备信息 又在想 有些东西 好像不太 所以很多的 这个习惯 是从哪里来的 各位要想 这个习惯从哪里来的 从互联网 从手机 这些 一起来的 一起来的 所以这个是末世的一个反 这个一个 预兆来的 这个也是一个 末世的一个预兆来的 所以各位 使徒保罗 为着这个 帖子 教会 祷告 我们今天也是 这样的 这个东西 要祷告 这个是 这个是 的确的一个事情 那我们看一下 讲章 好吗 生发错误的心 是什么回事 是什么回事 首先呢 是从 不领受 爱真理的心 而来 所以 这个刚才已经解释了 所以不爱真理的心 所以被虚假的歧视 和不义的诡诈 当然会受影响 对不对 因为这些事情 比较有果效 然后呢 比较虚假的事情 常常影响我们 就算你不影响 你不要跟从 对不对 但是已经影响你的心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些人 他们有诡诈 他们不公平的事 然后呢 他们有虚假的歧视 他们的生意 好起来 好像 福音好像没有用 他们没有信主 但是 我信主 好像 信主的人 好像更没有用这样 更没有力量这样 所以有没有影响我们 有 大大的影响我们 所以 这个 不领受爱真理的心 是那个根源 各位要知道 这个事情 叫我们忧愁 叫我们伤痛 叫我们受拒绝 对不对 在这个世界里面受拒绝 所以不要跟着这个事情 我们要知道 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一定要祷告的 第二 神会给沉沦的人身上 生发错误的心吗 这里我没有给答案 所以自己看 所以现在大家注意我的话了 对不对 神会给沉沦的人 生发错误的心吗 圣经是明明这样说的 但是呢 通常会审问 然后反抗 这样的问题的人 他们都是藐视神 都是抵挡神的人 通常 通常 我不是说全部 当然我们要知道 对不对 所以我们也问 我们如果问的话 清楚地问 我们不是 当然不是沉沦之词 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神 任凭你了 任凭这个字 是圣经里面 最可怕的字 各位要知道 任凭 是圣经里面 最可怕的字 不是地狱 不是黑暗 不是什么 不是什么其他的 不是苦难 是任凭 各位要知道 因为 如果 各位 如果你还有被神的话 能够感动 能够被刺度 然后 还可以敏感 甚至常常感觉到 好像 很不舒服 神所说的话 很不舒服 各位 这个还有福了 还有福了 各位要记得这件事 你还有福了 因为神的任凭是什么呢 这个 神赐 这个 给这个沉沦的人身上 生发出我的心 这个是一个强调 上帝不是赐给他们 这是撒旦摩哥的工作 但是是上帝 任凭 因为这个是任凭呢 圣经要告诉我们 这个任凭的事情 是很严重的事情 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 刚才我所说的 我们不要到一个地步 我们对神的真理 麻木起来 感受到 好像 上帝任凭 好像神不再 不再给我痛了 不再管教我了 不再告诉我们什么东西了 我很舒服了 我与神同行 很舒服 有见证 常常能够把自己的见证说出来 没有 在人的面前也是高一等 这样 各位 这样的人 其实你要小心一点 要谨慎一点 要谨慎一点 连 其实 十六分都不敢 不敢说这句话 对不对 不敢 我已经好了 我已经没有事了 各位 圣经里面有两个人 拿两个例子 神 就是耶和华的领 离开扫罗 这个扫罗 然后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 困扰他 忧扰他 忧扰乱他 各位 上帝是个不公平 我在说 加利犹大 就是出卖耶稣的那一位 他从小 其实他的心里面就刚硬了 所以很可能是这样 也的确是这样 他跟从耶稣基督的时候 他是弥撒亚 弥撒亚是要恢复 神的国在地上 一定应该是这样 他心 是看耶稣基督越做越被逼迫 福星是有 有些带来乒乓 福星的时候 事工越来越多 然后他的门徒们 给人施洗的时候 越来越多人 事工越来越福星的时候 对对对 这不错不错 但是越来越到 要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 加利犹大心里面 就会打问号了 他是天天受恐高 对不对 然后上帝渐渐地认凭他 认凭他 因为他心里面的动机就是 他要什么东西 他要什么东西 所以他是不是要神的话 所以这个就是今天的这个关键 各位 我问大家 所以扫罗也好 这个 加利尤语大也好 他们有生发出的心 对吗 但是我问大家 彼得 彼得三次否认出 他有没有在心里面 生发出的心 三次否认出 但是 他跟加利犹大什么不一样 他们都是 耶稣基督的门徒跟着他 三年半 看过他的神迹 听过他的道 领受他的教 对不对 什么东西不一样 什么东西不一样 是不是神的任凭呢 各位 耶稣基督怎样跟这个彼得说呢 有一次 彼得就说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上十字架 宁可不忍 这个不可能的事 就是叫耶稣基督不要上十字架的事 耶稣基督就这样回答他 撒旦 退去 你没有上帝的心 然后呢 你会否认 我三次 撒旦要塞你 但是什么 后面怎样说 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了 我已经为你祷告了 对不对 所以上帝不认凭他 耶稣基督不认凭他 但是家里犹大 耶稣基督没有讲过这样 所以各位 神会给成人的人身上 生发出我的心吗 自己写 第三 神最施恩的人是怎样的人 各位神施恩的人是怎样的人呢 神最施恩 最爱的人是怎样的人呢 当然我们在圣经里面看 约瑟丹伊利 他们似乎是没有什么 不好的事在他们身上发生 他们的人生就好像没有犯罪过 没有染若过 但是神所爱的 当然有亚伯拉罕 约瑟丹伊利 罗德也是上帝所爱的 但是我们知道 罗德本身 不太 不太好 对不对 他刚刚得救 那 是不是要向约瑟丹伊利 才好啊 如果我们看 大卫君王 他的生命是怎样的 他犯罪最多 但是他的生命呢 是叫人 遇见神 遇见耶稣 虽然他犯的罪很严重 对不对 他能够世世代代的安慰 别的生命也是 他的一个错误 回转过来的时候 安慰了世世代代 安慰了世世代代 所以各位 什么叫神所爱的人 我们要领受 神 最爱的人是怎样的人 我不可以说 世相大卫 那耶稣 但也你不是 我也不可以这样说 上帝也非常爱他们 但是这个是神所定的 神要他的人生里面 怎样就怎样 对不对 如果上帝 是叫你经过很多的管教 来到神的面前 如果神 是接着 不是接着很多的管教 但是接着你心里面 敏感明白了 所以 你就很顺服地 要来到神的面前 这个两个都是蒙恩的 但是这个都是神所定的 这个两个当中呢 也有不同的蒙恩程度 各位要理解 但是这个都是神所定的 你不可以说 我要多蒙恩 你就可以多蒙恩 因为 这个蒙恩呢 还有这个神所施的恩呢 是神自己亲自愿意 施就施的 所以各位 这里有两个东西 如果上帝 真的施恩给一个人 多一点 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看 有些人真的是 上帝施恩给他比较多 所以给他的人生里面 比较认识圣经的话 能够牧养教导 人生里面有挫折来的时候 也比较能够保守心怀意念 比较多恩典在他身上 这样的人呢 我们应该要多尊敬 要多 要 就是敬佩 对不对 应该这样的 因为这个是神所定的 不是人所定的 这个不同 这个不是年龄所分的 对不对 甚至 连孩子们 如果有一些比较蒙恩的 突然出现 我们也是可能要谦卑一下 可能要尊敬 也需要的 也需要的 还有另外一个 如果是神所斥的 是神所定的话 因为神是不偏待人的 对不对 圣经这样讲 所以 你要多蒙恩的话 神已经说了 你可以多寻求他 你不要只有在那里 神没有爱我 神没有多施恩给我 他没有做 我怎样反应 不要这样说 对不对 因为神不偏待人 因为神不偏待人 你多寻求他 你多找到他 这个就证明他多爱你 多施恩给你 对不对 因为他是不偏待人的 所以你多蒙爱的话 多领受神的恩的话 你就能够胜过 一切的患难 所以不要只有觉得 上帝在我的患难里面 我的苦难 我的比较紧张里面 不能帮我 我的意思不是说 叫我住嘴 叫你住嘴 不要讲你的埋怨的事 讲你的不好的事 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 当然要讲 不然人家不知道 有些人以为不知道的话 就把你当作理所 当然这个也不好 我也常常说 但是说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我才发现 我说了 给他们知道了 过后 我知道我不可以 叫这个东西 变成一个埋怨 因为 他们不能够帮我 我说了 给他们知道 他们只能做的就是 为我祷告 最后我要面对什么 我只能面对啊 这个是我 学习的压力 就是经过这个 学习 就是 不得不要这样学习 讲了也 其实人是一个 是谁 是一个器皿而已 所以呢 如果你情绪化的话 上帝比你更情绪啊 你一定不可以 你不可以再情绪 如果你生气的话 你的生气大 还是上帝的生气大 上帝的愤怒大 上帝的愤怒大 两个人吵架 那个比较会吵架 比较大声 比较愤怒的人 一定要 OK OK 我听 一定要这样 不然的话 因为一定会思想灭 对不对 一样的 如果你讲固执的话 你固执还是神固执 你要想到这个地步 你可以固执继续固执 但是 算你再多一点 再多一点 你就知道 你不可以再继续下去了 你必定 要来到神的面前 听到他的声音 但现在重要的东西是 你是彼得 还是加列犹大 我们是哪一个人 我们愿意不愿意在福音上 凡事都得救呢 你愿意不愿意 接着你现在的遭遇 能够甚至上帝使用 成为一个福音见证的故事呢 能不能呢 各位听懂这个意思吗 上帝能够转变任何的一个情况 能够成为一个福音故事吗 神最施恩的人 我再一次说 就是一直寻找 也寻见 他在他的插路 在他的问题当中 有基督 有基督 对不对 在他人生里面的差距里面 有基督 上帝爱这样的人 因为这样的人 不愿意 只有肤浅肤浅的 我是猛人的 这个事情是没有事的 我就忍一下就好 他不愿意这样 大概大概 肤浅地解释那个情况 他要的 主 你给我确局 真的吗 真的你在我这个身上 这个条件里面 我的遭遇里面 是要祝福我 那怎样的祝福 我心里面有一点不舒服的 我一定要知道 不要只有在嗨里面 对不对 在他的话里面 你沉浸里面 然后感觉到 也没有问题 不要这样 你要面对 有时候你要面对 当然我们有很多时候 痛苦的时候 是需要这样的沉浸 需要 但是到一个地步 你知道问题来了又来 如果是 你真的认为上帝是活的 真的有个对象的话 我曾经也这样 上帝赦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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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是洗净我 上帝用祂的水 血遮盖了 我知道 我知道 但是有一天我生气 我不想这样 上帝真的赦免 我知道 但是这个软弱呢 我放不下 我不能 除非上帝 你拿这个东西走 我心里面不安 我一定要知道 你对我说的是什么话 你要怎么样赦免我 你赦免我的话 那应该不会有问题 对不对 甚至这样的 来到神的面前 那个福音里面的 那个深度 要得着 为什么呢 就是在祂的苦难里面 祂要得着 各位 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 我这样的话 对不对 但是 教会里面的主流 会了解这些话 时代里面的主流 会了解这句话 然后要得到什么 就是得着基督的荣光 是否只有将来一切稳妥了 才能得着吗 这是第四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是不是要等 等到一切比较稳妥了 有些人是说 等到我的牧者 他跟我说的话 我的耳朵听 听了比较对 比较可以恰当 我的心得到那个满足 那我才 稳妥了 那我才来到神的面前 有些人是这样 有些人真的是这样 我遇到这个 哇 真的有这样的人 真的有这样的人 有些人是 知道我现在很多东西做 你不要烦 我现在很多 很多backlong 等到我全部东西搞完了 那我才来到神的面前 要得到耶稣基督的荣光 等到我处理我的家 再说 我现在要夹乱 等到我的经济稳妥了 比较稳固了 再说 等到我装备好了 有些人是这样说 我不太认识神的话 等到我装备好了 比较明白神的话 然后我才能够得 基督的荣光 是这样吗 其实不是不然的 基督的荣光是几时得的 当你的苦难 你知道是 你与主一起同受 同受苦难 那时候呢 在你心里面 你能够产生一个光 生发一个光 当然这个光不是从你来的 从神的话 神的光来 光照的时候 你的心呢 领受到这个光 你也能够反射出去 我愿意 主 如果这个事 真的主要我经过的话 很难啊 但是 好了好了 我愿意了 我愿意 这个在祷告里面发生的 不是 不是这么容易讲的 对不对 祷告里面呢 主啊 我愿意 但是你帮助我 一起走 你不可以帮下来我 你一定要跟我一起走 一起走 我同受苦难 同受苦难 这个事情 那这样的话 有一个光 就在你生命里面产生 你那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 有一个释放 在你心里面产生 加利犹大呢 他是 一百百百百堕落的 他是等等等 等到稳妥 越等越不稳妥 所以他越等 越失望 其实彼得也是失望 生发错误的心 对不对 所以三次否认主 但是耶稣基督为他祷告 所以他回转 回转 所以这个回转 今天的这个信息 回转 如果大家觉得 有点赤到大家的心的话 对不起 但是呢 如果你觉得 像彼得这样的话 我如果有什么 生发出我的心 我要回转 像彼得这样 你自己从神领受 神会开恩 对不对 其实 这些话呢 是愚蠢的话来的 为什么 上帝要用愚蠢的方法 愚蠢的福音 的信息 人 没有 人的耳朵 没有听见 眼睛没有看见 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用这样的事来说 基督的荣光 是同寿而来的呢 各位 这个是在心里面的话 一定要这样吗 一定要这样吗 所以各位 上帝在等 上帝教我们 要预备自己的心 教我们的心 扩大起来 扩大起来 当然我们 要我们的心扩大起来 我们有很多的方法 但是呢 一定要有这个方法在里面 一定要有这点在里面 第五 要站立的稳 与神的教训 都要坚守 真有关系吗 各位 为什么圣经里面 不是说 你要站立的稳 需要什么呢 当然需要神的话 这个我已经知道了 但是我也需要安慰 我也需要很多的 一个印证 为什么圣经的话 只有说 要坚守 要站立的稳 是与神的教训 神的话 我口里面所传的 对不对 还有书信上所写的 靠这个 靠这个 但是也没有说 你要多经历主 多经历 你多经历主 就能够站立的稳 这里没有这样说 这里说的是 与神的教训 坚守 只有单单这样讲 各位 我们已经知道 我们也听过 很多的信息 我们也经历 神是会有的 对初信徒 我通常发现 上帝开恩是更多的 你是更多蒙恩 祷告的题目 蒙应运的 上帝会更多 听你的祷告的 通常我发现是这样 叫神 停止下雨 马上停 都有 所以我常常这样说 因为我经历好几次 以前 现在没有了 现在没有了 就 我们都经历过 神是真的 然后这个意向 主啊 你使用 然后还有什么呢 就是 这个末日 我也知道 这个笼罩的 这个末日的信息 神教导 有很多的奥秘 我们都认识 我们都经历过 但是神的话本身 神的教训里面 有很深 不要说很深 你进到深的地步里面 还有在深的 在深里面 还有在深的 各位知道吗 这个是应许来的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我们读神的话会闷的 神的话本身 神的教训里面 有深 有在深 在深 有在在深 所以我们才会甘甜 感觉到甘甜 能够学习 能够经历 能够看见 各位我问大家一个事情 大家愿意不愿意 吃 领受神的话 被神的话喂养 你愿意不愿意 各位 怎么样知道你愿意不愿意呢 我曾经问过 一个姐妹 这个姐妹告诉我这件事情 她说 我要被神的话喂养 所以我就只有问问 这个问题 如果一个信息 信息如果每一天 每个信息你听 就是 topical message 就是主题信息 主题信的信息 主题信息给 然后另外一个信息 再主题的信息给 再一个主题信息给 你能够被喂养 比较好呢 还是如果 那个信息是 跟着圣经节奏 你哪一个比较能够受牧养 受喂养 她直接跟我说是 因为她一定要受喂养 所以跟着圣经节奏 她是这样说的 不加多说 但是我问大家一件事 为什么主题信息 有些人可能会喜欢 大概应付就好 听新鲜的事情 大概听多一点 然后另外一个信息 再听多一个 再听多一个 但是各位 如果你真的想学习 为圣经的神的教训 受喂养的话 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你是不是要进到 一个系统里面学习 这个就是所谓 我们所说的 见变 你愿意不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领受神的话里面 要见变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人 他们是会珍惜 会珍惜有些的事情 什么样的珍惜呢 他们会有一个 羡慕神的话 不愿意这个神的话 有强解 有歪曲 他们要领受神的话 as it is 对吗 神的话怎样说 我要这样直接的 诚恳的领受 为什么我要听 我要听的话 我不要多加减 我要听这个话 就好像刚才我说的 我开头的经文说 如果我今天听到 神的声音的话 我们心里不要刚硬 其实刚才我说一句话 我多加一个 就是要 心里面要温柔 但是圣经没有这句话 我多加是怕大家 就是盖住了 各位理解这个意思吗 但是如果你要学神的话的话 如果今天你听到神的声音 心里面你要预备 心里面不要刚硬 直接领受这句话 不要多加减 你直接领受这句话的时候 你知道不只是 心里面要 要温柔起来 真的不能够刚硬 真的不能够刚硬 对不对 你会直接领受 让神的话 直接对你说话 你这样才可以学吗 这样才可以学吗 对不对 所以 我不是要说对错的事情 我要说的是 要坚守到底 不会生发错误的心 这个是有一些坚守 愿意的心 要甚至到这个地步 我知道有些人 不一定能够进到这个地步 但是 你会信 你会信 你会要这个东西 你要这个东西本身 代表说 有一天在你身上会发生 第六呢 为什么会有 生发错误的心产生呢 为什么呢 这个我在第一大点里面 我就请总结一下 为什么会有 生发错误的心产生呢 我这里给大家三个 第一个因为 因为我们没有遇过苦难 因为那个人没有遇到苦难过 没有遇到痛苦的事 苦难是有 但是不痛 痛 大家知道吗 痛是痛 所以 才不会生发错误的心 但是这个痛呢 不一定 就完全没有生发错误的 这个痛叫你 要努力 寻找 要 兼顾自己的心 要聆听神的话 要确认神的话 各位知道这个意思 因为痛苦 因为痛苦 所以 你不是放 因为痛苦 所以 主 你帮助我 你到底在做什么 你告诉我 对不对 所以 你在这个地方 努力起来 各位 神的话当然是甘甜 我们有时候听的时候 被苏醒 但是 说真的 如果要学神的话 你真的面对 你会发现到 最费精神的 就是学神的话 最费精神 学神的话 最费精力 费那个注意力的 那个关注力的 就是 你关注这个信息 然后你要聆听 你要听 你要听的时候 过后你会很累 当然有苏醒的 有 但是你会发现 有一个 力量从你 出去 会有 其实圣经 从来没有说 我们认识神的话 是不需要努力的 再说一次 为什么会有 生发错误的心 因为没有 遇到痛苦 因为 没有 遇到痛苦 过后 没有努力 还有另外一个 因为没有人 为你祷告 没有人为你带导 三个 所以 我们真的要感恩 如果我们有 肢体的生活 肢体之间的生活 通常是在哪里 当然我们 星期主日 对不对 有肢体之间的生活 但是各位会发现 肢体的生活 很多时候也包括 周见 周见 所以我鼓励大家 一下 你的人生里面 给一点自己 预备心 如果你要 与肢体为中心 生活的话 你需要周间里面 分出来 最少有一天 要有肢体的 生活 肢体的生活 当然 我们用WhatsApp 也可以肢体 对不对 这些也可以 但是 相聚 面对面 你才知道的 你WhatsApp的时候 他不会再看别的东西 等等 其实这个肢体之间的 这个事情 他有为你带导 所以我们继续看 肢体不够了 但是下面 我就继续 快快说 那唯独福音 才能够得神的道 神的灵 得这个信 信 信法 第二大点 各位 这个唯独福音 我说一下 这个信 就是不会生发错的信 然后能够转回 就是因着这个信 但是只有福音 才能够给 各位 这个福音 我来解释一下 就是16节里面的福音 各位 为什么 神不要给福音 又给我们成功 为什么神不要这样 祂给我们福音也好 祂是给我们神经义能 再加给我们亨通 不是更好吗 这样的神 不是更好 更善 更美的神吗 对不对 我们会不会有这样想过 各位 因为只有一个的内容 一个的对象 你才能够在凡事上 24小时 逆境里面 你才能够领受答案的 多过一个的话 不纯净 你没有办法祷告 各位理解这个意思吗 你没有办法祷告 有一个的内容 一个的对象 如果有问题产生 或者有需要答案的事情 你直接一个去找 一个去找他 这样的时候才有真性产生 因为信是从 有一个对象来的 一个内容来的 对吗 这个信是什么呢 信什么呢 信父神所生的儿女 为什么我这样写 信父神所生的 可能讲得更好的是什么 第一点列出来好吗 我们看那个 PowerPoint style好吗 信儿女是父神所生的 这个翻译比较好 为什么我这样写呢 各位 为什么有些人听不到 神创造宇宙万物 祂的声音 从这边到那边 这么大声 我们会承认 祂的声音很大 但是有些人听 说听不到 不知道 领受不到 没有 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我是神的儿女 但是为什么祂没有向我行 我听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 这里讲说 如果你信儿女是父神所生的话 那你一切的眼光要改变 对不对 符合神的眼光 符合神所说的话 这样的时候 你就会听到凡事上的声音 对不对 神的话很大声 不是要靠什么神迹 不是要靠什么成功 这样的话 你一下子听不到了 对不对 你要改 如果你是父神所生的儿女 如果这个儿女呢 你这个神的儿女 是父所生的 你是属于祂的 那你眼光改 第二 你是信最大的能力 就是位格的变化 位格的变化带来 灵活的变化 言语的变化 行为上的变化 我真正看的时候 其实一个人真的改变 是当他真性也单纯的性 的时候发生的 他一个性的时候 什么都变了 位格也变了 我在人生里面看过 有些人真的很像耶稣 大家注意听 像耶稣是什么意思 像耶稣 慈爱 就是 就是训良 谦虚 是这样吗 各位 什么是耶稣基督的荣幸啊 耶稣基督有没有遇到苦难 有 所以我看 有些人 他越来越像耶稣 本来没有什么事 但是越来越遭受到 问题 像耶稣一样 像耶稣一样 他越来越像耶稣 耶稣也遇到不如意的事 但是他在人生里面 也遇到不如意的事 如同耶稣基督一样 耶稣基督喝了苦杯 他们也喝 但是呢 他们没有忧愁到极点 他们认为这个苦杯 这个不如意的事 这个苦难 耶稣基督也经过 所以像耶稣基督一样 所领受 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不只是他们的心灵 越来越像耶稣 他们的言语也越来越像耶稣 他们的生活 人生 也越来越像耶稣 越来越像耶稣 所以各位 我们有没有经过这样的事情 耶稣基督所教会 就是那个 吉士路里面的耶稣基督所教会 他们所教导的教义神学很好 但是没有爱 耶稣摩教会 巴兰的教学 天亏特亚特的教会 有耶稣基督那 所以他们的共同点就是要靠成功 在地上能够有效率的 在肉体上能够感受到一份兴奋的 对不对 他们都寻求这个 很多的教导 很多的能力 都好 都好 甚至有人 如果那个人是遇到一些苦难 他想要叫他的信心进步 他也知道 他要叫他的人生里面要确认 要带着什么的荣幸 要生活 他知道 他也愿意 但是做不到的 我的意思是说 就算是你想象出 应该讲过 你知道应该讲过 也其实做不到的 这个不是你选择的路 不是你选择的 一个人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是你的为个变 在你人生里面 不是你选要成圣就成圣 你要多经历苦难就多经历 不是这样的 是神的话进来的时候 你多领受信息的时候 你参与 就发现 为什么我越来越像耶稣 不是我自己要 就是变了 我的人生里面 我以前所做的梦 好像没有了 好像那个梦 就是要变成圣经里面的故事 不得不像圣经里面的故事 一样了 有些人是像亚伯拉 有些像大卫 有些人是比较像 所以现在的小孩子 他们取名 婴儿取名 都找一个名字 蒙恩的名字来取 对不对 像他 越来越像 这个不是你要就可以的 但是神改变你 神放在你的生命的那个情况 变了 改变了 放住了 有吗 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 这个位格变化 其实这个是信 原来这个是最大的能力 这个不是我自己主动的 还有呢 第三 信 二十四小时凡事上 能看见神的同在 为什么讲二十小时凡事上呢 因为不是等到舒服 等到好 等到比较可以 甚至有苦难 什么苦难呢 之前 创立时期以前也没有 置业 后也没有的 上帝必定要减少这个的日子 这样的一个苦难 那个时候 信同在 信同在 是什么同在呢 各位这样的人 各位领受一下 当然你会谨慎多一点 但是他 这样的人呢 会多寻求 更多的祝福 在《逆经》里面呢 人呢 跟你要饭 要钱 那时候你想 可能神会给我的 我就给他 但是很奇妙的 另外一天 神在给你 本来你完全没有的 但是神给你 我不是在讲钱而已 好像那个逆境情况 不是单单寻求 只有安慰 但是你要寻求 神的同在 神的进步 所以呢 在那种情况呢 信 能看见神的同在 是什么意思呢 我在那个情况里面 主啊 你给我能够更爱 我的家庭 教我能够更能够施舍 教我能够 更多能够洗别人的脚 教我能够更包容他们 甚至更洗净他们 我自己不干净 我先干净 然后再跟他们和睦 再引导他们 因为我要看见神的同在 各位理解吗 24小时凡事上的这个意思 要看见神的同在 不是一种舒服感 你要看见神的同在 那个地方里面 主要你接着我 因为我同在 在人群当中 这个意思 这是第三 第四 信什么呢 信似乎在 忧伤挫折力 却有确据得更大的 和不便的奖赏 这样的人是很奇妙的 是隐藏的 他似乎是忧愁 忧愁 但是呢 他在将来的 他是他知道 这个忧愁 能够在将来的日子 能够换取冠冕 现在似乎什么都没有 但是其实将来的日子 凡事都有 所以人家看他的时候 为什么你什么都没有 但是好像以为什么都有这样 奇妙对不对 不要做这样的一个人 其实这些是 生发错误的心的人 不能够理解的事 这个是神 为爱他的人 所预备的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这个就是福音的伟大了 所以这样的人 虽然经过一些忧愁 忧伤 为什么用忧伤 挫折 因为这个东西真的伤到了 伤到了 各位有没有伤 被伤过 有伤过 我是很硬的人 但是我被伤过的时候 我感受到什么叫伤 因为那时候我一直在想 一直在想 一直在埋怨 因为被伤到 一直 好了 够了 但是过后还是一直在想 伤到了 伤到了 这个伤到的时候 但是有一天 又在确认 福音的那个伟大的时候 又再一次坚固起来 又再一次坚固起来 那个伤 好像不是是伤 能够换取 冠冕 这样的事情 隐藏的 第五 这信 会永远长存 世世代代 各位有什么东西是 世世代代永远长存 除了福音以外 没有别的嘛 对不对 但是对这样的一个人 他在人群当中 不想讲别的 他是只有想要讲福音 所以福音跟着他 所以世世代代 永远长存跟着他 所以什么是 世世代代跟着他 永远长存 永远长存的信 因为他常常带着这个信 带着这个信的时候 他也随时这样传到 他不想传自己的成功 怕绊倒人 就算是得了一个 很好的见证 除非真的要安慰 很极其伤痛的人 还是不要说好 对不对 还是不把那个东西拿出来 如果真的很 就是不要讲 叫他受感动的福音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简单的福音 像耶稣基督讲 上十字架 为我 十二戒 耶稣基督是我的冠冕 他的十字架的荣耀 这样的事情 所以他们是跟耶稣基督 同德冠冕 同德荣耀 第三 福音才能够安慰 才能够兼顾的 把这些总结起来 福音 各位我们也没有福音 各位要不要领受福音 福音是 什么呢 各位为什么只有福音 才能够安慰 才能够兼顾呢 福音是什么 因为只有福音 才能够叫一个人 扎心 成功也好 哼动也好 我们多得了 我们 很容易会生发错误的心 真的 只有福音 不能够叫一个人 生发错误的心 因为福音会叫一个人 扎心 叫一个人悔改 在一个人的心灵深处里面 深深地悔改 这个叫福音 各位知道福音是什么 福音是 你不知道 他不知道 但是 人家不知道 但是你自己知道 有一些事情 不如意的事 这个一直 缠给着 是不是人生里面 不正直 跟神的关系不好 这个是 只有你自己知道 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 你不要 再扛了 对不对 所以福音 你面对的时候 经过 圣灵的施洗 我不要说 圣灵的施洗 就是 当代教会所说的 圣灵的施洗 圣灵的施洗 的意思 在圣经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 要在 圣灵的 感动 对不对 这个感动 感动我的心 感动我的灵 的这个施洗 不要只是 就单单悔改 我的心 的深处 要改 这样的时候 你的 最得色 最得色 我们看 上马里亚妇人 耶稣基督怎样 跟上马里亚妇人 传福音的时候 上马里亚妇人 是怎样的呢 她是 一直 甚至有讽刺到 耶稣基督 甚至贬低她 耶稣基督 一直用 施恩 你要不要这个火水 这样 这火水 从哪里来 你有井 你有桶 这些 这样 讲回她 然后 耶稣基督 其实 这个是好事 当你跟一个人 传福音 她听了 哇 很好啊 我信 你不知道 她是不是真的信 但是如果你跟一个人 传福音 抵挡你 讽刺你 这个还没有到 还没有到 还没有到 那个 面对罪的事情 可能很多东西 都隐藏 但是如果 你叫她面对 她不得 她人生里面 一直逃避的事 然后 为什么她逃避 因为没有办法解决 她逃避的事 原来跟她的 跟神的关系 有 有 有关系 她跟神之间 不对 她跟自己 跟真理 不对 她不认识真理 她也没有面对 她生命里面 害人 害己的事 对不对 耶稣是要 那个撒玛利亚夫人 面对 所以才说 叫你的丈夫来 叫你的丈夫来 这句一讲的话 就痛了 有五个丈夫 一个不是 现在都不是 痛了 她一直要逃避 所以各位 为什么要到这样的地步 因为 神 要我们 经历 福音 因为这个 罪得赦免的 那个东西 是有律的 是有律的 如果 没有 好像重重的 这个 罪屋里面 没有经过 这个 心里面的 这个饶恕 还有这个 生生里面 那个灵里面 有圣灵的 感动 释放 怎么会有 这个最得赦的事情呢 所以这个 最得赦是有一个律 一个律的 过后 他得 神的儿女 的灵 你知道 这个是生发出来的 从 天父 跟他的 他的这个生命 所以 从那时候开始 他们才能够 明白 我的过去 我一切的 最后的这个过去 不只是后悔 有神的荣耀在里头 我感恩 神要这样用我 有这样的护照 有这样的拣选 这个是创立世界以前 上帝爱我的 爱我的 所以我不能够否认 虽然是我后悔 但是 接着这个事情 我要知道 这个是上帝护照我的 这个地方 第二呢 是 只有福音 才能够安慰 坚固 为什么呢 各位 这个世界里面 一直追求的是什么呢 所爱的是什么呢 其实 就是 神迹 人本 成功 这世界里面的君王也是 世界 神迹 人本 成功 都是 这世界追求的 各位 我们要从这个地方 目的 眼光 心肠 关系 方法 全部要分别为圣 要分别为圣 只有福音 才能够教我们 在这个地方分别为圣 各位 要理解 他们同受苦难的时候 信徒 同受苦难的时候 因为这个荣耀 不是在皇宫里面的荣耀 这个荣耀 不是在成功的荣耀 不是在 不是在富裕里面 不是在健康里面 的那种荣耀 那个荣耀是 就算是你肉体 有一根刺 你进去到监狱 每个人离开你 也是有荣耀的 这种荣耀 各位 知道 这种荣耀 各位 我说一下 可能 可能 我们 教会 在成长的当中 我们过去 传福音信 人来 然后呢 主日学 开始大 年轻人 开始 生发起来 然后有 渔民 渔民特会 这些 然后 我们开始 有一些 妇女 聚会 又开始 对不对 有这些事情 然后呢 我们也看到 新朋友 这些 各位 这些事情是 神的恩典 不是说 努力过来 不是找来 什么技巧 不是这些 这些是神给的 可能是我们 经过了这些 好处 OK 我自己本身也是这样 我过去也看到 教会里面的好处 教会里面好起来 所以很奇怪的 我的生命里面 多埋怨 那么 甚至 有几处 有一些暗示起来 说 现在教会 不行 现在教会 有问题了 越来越有问题 现在 我听好像 越来越不可以 谢谢 有几次 这个暗示 就来 当然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定要进步 对不对 如果有的话 我们要进步 但是有几次来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 我们已经习惯那种 成功 孩童 然后施工 起来 这些 我们习惯这个 各位 是这些 叫我们 感谢主 我们看见神的荣耀 还是因为 主在我们的心里面 感谢主 看到主的荣耀 所以我们依靠了什么了 所以我们生发错误的心 是不是从这里来的 各位 我说一下 可能我们过去太好了 所以我们才会 有所生发错误的心 各位理解吗 可能是这样 我自己也在想 可能是这样 所以 所以才会 各位 多得好处的人 你叫他要少得 其实满怨的心 比较多的 你从一个人 慢慢好起来 比较少 但是错一点的时候 比较多 好像可能会这样 所以 如果 可能这是神的 神的一个 给我们的一个机会 给我们有一些难处 给我们一些难处 前几个星期 装修 教会 这个新的地点 等等 其实好辛苦 好辛苦 有几个同工 跟我们一起 好辛苦 我不可以说 我是最辛苦的 因为还有 比我更辛苦的人 信心没有这样好 但是比我辛苦 还有 所以 这样的辛苦里面 但是 就是要经过这个事情 各位 如果给一个好处 再给一个恩典 我们会学习到吗 所以可能 可能 可能神 有些地方不会给我们 有些地方不会给我们 不然我们不会学 不会学 所以可能 这个是很好的机会 可能 就从 没有 里面 我们学习 感恩 从没有答案里面 感恩 从信息里面 就是信息里面 讲了又讲 从这个地方 我们感恩 我们听得到 感恩 我们觉得不深 我们自己去寻找神 感恩 这个地方 不能够讲太多 我不知道怎样讲 对不对 因为这个是跟 比如说教会 有一些事发生 有一些不好的事发生 我们看到有些不好的事发生 都好 都好 比如说 上几个星期 我们的食物不够了 这个事情 我们已经尽量 努力了 努力了 但是还是有一些 不够的地方 抱歉 但是这个地方 已经不够了 所以 很抱歉 有一些不愉快的事 但是这个事情 我们也不懂 讲 也不懂能够怎样说 我们只能面对 然后学习 安静 我们也不能够说什么 所以 各位明白这个 所以各位 珍惜 珍惜吗 你珍惜 那个 主的荣光 要显出来吗 所以在任何的情况 我今天总结 使人得安慰 那各位 我这里给大家一个 最后一句 的一个意念 我们当然知道 在任何的情况 我们使另外一个人 能够得安慰 我们能够建造 多人 造就多人 这是好事 我们要讲座 我们要怎样 在任何情况 能够造就人 有两种方法 第一个就是 是风吗 是地震吗 是火吗 不是这些 是在你的心灵 深处里面 你与主之间的交通 对不对 就是在神的话 还有在祷告方面 你多领受 那很奇妙的 你遇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 你有话说 有一个确据 你懂得怎样 跟人交谈 这是会有 但是呢 各位 也要想 我们只有装备 这样的属灵的东西 如果善缘善行 可能接触一些人 一些外邦人 一些比较在黑暗里面的人 一些比较不认识真理的人 如果只有这样的话 你可能不能够再跟他们连接了 对不对 这些是跟神很远的人 所以你要怎样安慰他们 他们一看你 你一要辅导他们 一要讲什么话 他们就感觉到 我很差啦 我很不够啦 对不对 就不想跟你讲 就不能得安慰了 所以有时候呢 我不可以说哪一个比较好 有两个对不对 第一个就是你自己跟神装备 另外一个呢 就是与多人接触 但是这个多人接触 一定会挪去你装备的时间嘛 对不对 这是很实际的事情 所以这个两个怎么办 我不是说哪一个比较好 哪一个比较重要 我跟大家说 这个两个都难 这个两个都很难 你要安静 专注于神的话 祷告 清心祷告 我刚才已经说了 不容易 对不对 因为你要静下心 这么多的试探 现在有电视 还有Netflix这些 这些事情 一订阅你不看 好像不舒服 对不对 有这些事情 怎么办 很难祷告 这个也难 但是你要接触人 你接触人的时候 你也不一定 可以在他们当中 有光给他们 对不对 你多接触 多接触的 你多认识他们 但是你没有话 没有答案给 所以似乎是 你跟他们在一起 但是你没有办法传福音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我说 两个都难 两个都难 两个都不一定 你会做得美 做得善 但是呢 两个我都觉得需要 都需要 有些人说 第一个重要 所以我们教会 还是小一点比较好 但是为了要接触多人 教会要大一点比较好 对不对 所以我不可以说 哪一个好 我说两个都重要 两个都好 所以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呢 我们应该要求主帮助我们 一步一步来 我们不要一步 就什么都太辛苦了 神给我们什么地步 我们就按着什么地步行 就算是软弱的过程 上帝给你的话 也好 那个软弱的过程里面呢 你有很多的 可能非信徒的朋友 有一些信徒的朋友 也好 这些呢 不一定都不好 但是这些人呢 帮助你 叫你明白福音 接触 神有应许 要使用你 所以才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慢慢叫你成长 步步叫你成长 你要快也不能快 你要慢也不能慢 对不对 我们就让主 不认平就好 叫我们一有胜发出的心 叫神叫我们转回就好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我们今天整个的信息 求主帮助我们 教导我们 主啊 我们知道 在这个弱势情况 的笼罩里面 我们也常常在 有些的苦难里面 有时候 也不是有苦难 就是心灵方面 我们受暗示 受苦难 这个方面 主啊 有时候 我们会生发出我的心 主啊 求主叫我们回转 也我们没有 生发出我的心 主帮助我们 教我们能够安慰 也祝福那些 有 对有些事情 有生发出我的 主 因为 生发出我的心 的事 常常在这个时代里面 必然会发生 但是求主 叫我们谨慎 也叫我们回到 主 你所说的 教训和话语 主 叫我们珍惜 珍惜 能够祷告 珍惜 能够相聚 珍惜 能够聆听 主的话 主 长老在今天里面 所说的 求主帮助 我们每一个人 主 在我们的范围里面 我们学习过来 主 安慰我们每一个人 如果有一点重 主 安慰他 安慰我们 叫我们聆听的时候 我们知道 主还是爱 主还是连续 主愿意施恩给我们 一切都是为了 我们盼望好 我们这样的祈求 这样的交托 祷告 奉学 圣语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